大家好,我是皮吉 大家好,我是班克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皮吉班克影音教室 省钱又华丽 我们今天要讨论如何构图 对,好的构图是拍摄精彩画面跟视频的关键 所以今天我们想通过本期的节目 我们跟大家介绍五个构图的小技巧 The rule of thirds 三分之一构图法 俗称九宫格 这是拍摄构图时最常用的一个技巧 你在使用手机拍摄的时候 可以把九宫格的功能打开 在九宫格当中有四个交叉点 是放置拍摄对象的参考点 眼睛会自然被吸引到这四个交叉点 这通常是拍摄访谈节目最有效的方式 相机拍摄主角的位置会影响观众的观感 如果当你把你的相机置于你拍摄对象的下方的时候 会让你拍摄对象显得更高大 更伟岸 然后如果把你相机置于你拍摄对象的上方的时候 会让你拍摄对象看起来它在经受一些惊吓 然后会让它感觉很弱小 你的相机位置于你拍摄对象的眼睛水平 它会让观众感受到一种中立的情绪 镜头运用大小 可以拍出不同的感觉 也是一种拍摄的方式 这个也是俗称景别 我们最后的技巧是注意你的周围 对没错 你看像也许现在画面当中 你可以看到一些没有必要出现的东西 比如像我们的灯啊 我们的一些架子 又比如这朵花 所以在我们拍摄主角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你的周围 有没有必要出现在 不是你想拍摄的画面 然后不是你想要在画面当中出现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今天谢谢Sky当我们的模特 我们今天教的内容是小的Tips还有建议 在实际拍摄中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创意 没错 因为实际拍摄当中呢 会遇到很多的情况和突发的状况 所以呢我们今天所教的一个技巧呢 也希望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零和运用 你也可以去学习更多的小的技巧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收看我们PG班克引音教室 我们下次见